2010年2月18日上午 美国奥斯丁市的保险经理罗伯特正在公路边划水 罗伯特把汽车停在路边狂音可乐补充体力 就在罗伯特九汉七一阵的时候 他隐约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引擎声 罗伯特甚至声音一抬头 就看到一架飞机正在从天空俯冲而下 然后直愣愣的怼进了不远处的游户大楼里 一声巨响后火光和黑烟直冲云霄 作为一个美国人 罗伯特立刻想起了三个数字 911 见识不好的罗伯特果断转进 等他回家打开电视 电视台正在播报这起飞机装大楼的惨剧 不过令他意外的是 这起事件的袭击者既不是中东穆斯林 也不是极端小团体 而是自己的朋友安德鲁斯塔克 从任何角度看 斯塔克都不像一个恐怖分子 他是个普通的白人天主教徒 还是个富裕的共同师 拥有豪宅豪车和私人飞机 而且为人善良慷慨 热衷于慈善事业 这样的人怎么会当恐怖分子呢 在疑惑中 罗伯特很快得到了答案 斯塔克之所以如此 完全是因为官兵民反 而逼反斯塔克的人 就是那个让美国人温风丧胆的组织 美国国税局 在互联网上一直流传着 所谓的世界三大作词行为 中国贩毒俄罗斯绑架 美国逃税 相比于前两者 逃税显得是如此的温和 但在美国 一个部门的存在 让逃税变成了一项恐怖的事情 他们就是美国国税局 其实如果你翻看美国历史 就会发现 美国这个国家诞生的原因 就是抗税 1773年的波士顿清查事件 就是出于对英国查税法的抗争 由于这样的反贼传统 在美国建立后 新联邦根本不敢提对内征税的事 直到1787年 实在缺钱的开国元勋们 才在之前会议上 赋予了联邦政府征税的权利 可是 在这个因为抗税而建立的国家里 联邦政府对于征税依然心里发毛 直到1790年 才准备开征第一种内税 征留酒税 按照美国传统的清教族价值观 饮酒代表着罪恶 所以对酒征税属于政治正确 1791年末 大统领华盛顿划分了税收区 委任了各地的税收专员 美国联邦政府的征税活动 这就准备开始了 然后这个计划就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在18世纪末的美国 主要流通的酒是威士忌 由于威士忌通行性高且易保存 在广大的平民阶层里 威士忌很多时候被当作货币来使用 所以对酒征税等于对平民变相征收流通税 另外联邦税法的设计也有问题 他们是根据征留器的数量来收税的 自本家大酒厂里的大征留器 和农家小作坊里的小征留器 在交税时地位是相同的 这势必会加大皮肤差距 所以在税法公布后 美国各地的民众就娴熟地组织起来 开始了抗税 联邦派来的税务员一下车就被扒光 满身大汗的被架起来卡了大树 各州的税务员往往一下车就鸡飞蛋打 时间到了1792年8月 抗税分子都开始在匹兹堡开大会了 此时大统领华盛顿深感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抗税了 必须要出重拳 于是开始组织联邦法警 带着武器下去清香扫荡 武装征税 然而能在美国这片热土上混的大哥们 自然不是怂人 各地纷纷组织起了武装抗税队 双方连番激战 很多联邦税官沦为俘虏 热泪交流了一个月后 华盛顿卡卡实在看不下去了 下令召集四个州的民兵集结 这群刁民无法误天了 我要亲自出手评判 1792年10月 一万多民兵浩浩荡荡地杀进了抗税堡垒 比起法尼亚州 然而早在天兵到来之前 抗税分子就一哄而散了 这期虎头舍尾的抗税风波就这样不了了之 但他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历史 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总统欲加亲征 但是这场威士忌起义失败后 美国政府深感手下这群刁民们不是好相遇的 再也不敢扩充新的税种 1802年甚至连酒税都给免了 全靠进口关税维持生活 不过联邦政府坚决地保留了 华盛顿划定的税收区和税收专员的岗位 以便需要的时候随时启动 果然当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开大时 联邦政府重启对内税收 在国家危难时刻美国国内终于不再抗税 这套税收体系成功征集了不少资金 战争结束后 联邦政府在民众督促下取消了消费税 从此留下了一个潜规则 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情况 民众认同交税 但灾害结束后政府也应该自己取消 本来美国的税收体系似乎从此走上了一个 官人民顺大爱无疆的良好生态 然而随着1861年的一场小变故 让美国的税收政策从此走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 1861年4月12日 萨姆特宝的一声炮响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南北战争 伴随着南北战争开打 北方的联邦政府立刻陷入了财政危机 战争的巨大开支和关税的骤减 让联邦政府陷入到破产边缘 为了募兵筹响 林肯于当年7月召开国会议 会上确定了一个方针 对内收税要马上升起 而且力度要大 一个月后新的税收法案正式出炉 正式敲定了战时对内的收税原则 联邦开始征收财产税和所额税 你有地产要交税 年收入超过800美元的人也要交税 税法有了 但执行起来却不太顺利 由于南北战争开大 华盛顿过去旅客的税收体系早就散摊的了 老百姓就算想交税 都不知道该交给谁 一年以后 眼看着扬卡要没有的林肯愤怒了 他推出了1862收入法案 首先是重启了消费税 从小儿玻璃球到老人棺材板 所有的消费品一律要交税 而更重要的行动是 林大总领决定 美国财政部之下 必须要搞个专业的税收机构来征税了 对于这项复杂中有一些细致 细致中又夹杂了一些麻烦 麻烦里还带来一些复杂的工作 林肯特意找了一个 他认为很合适的人来领导这项工作 就是当时负责管理战争寡妇杨老金的 鲍特维尔 在战争期间 美国国内情况一片混乱 因此 很多女人想趁着战乱 混水墨鱼领一份抚恤金 而鲍特维尔 每次都能精准地 从众毒寡妇中 分辨出哪些是真的烈士遗伤 林肯认为 你能管好寡妇 就一定能管好税务 因此命令 由鲍特维尔组建税务署 1862年7月 鲍特维尔上任 短短半年内 就发展了数千名员工 然而 部门刚刚搭建起来 鲍特维尔就为了参选议员而跑路了 林肯只得另找人接手 接手的人 叫做约瑟夫·刘易斯 作为林肯的个人传记作者 出身于教室家庭的刘易斯 是一个斗欧技能点满 文学能力爆棚的检察官 作为一名文武兼修 精通法律的狠人 刘易斯为税务署 打上了深深的个人印记 首先刘易斯认为 对税务的征收不应该一刀切 而是应该根据收入不同 把征税标准调整为累进制 年收入低于600美元免征 低于1万的征3% 超过1万美元的征5% 而且 为了确保所得税能够及时征收 要从源头抓起 开始执行企业代扣制 所得税款从企业手里 被直接收走 压根就不会发给纳税人 而刘易斯最重要的发明在于 他认为税务准人收有限 让税务员一家家的清查税务工作 实在无法完成 所以他开创了一项制度 税务申报制 该交多少税 你们自己天边交上来 我们在部门里做一代币 审一审就可以了 什么 你说你布天或者夏天可不可以 这里就不得不说 刘书长虽然是个检察官 可是在个人风格方面 对于那些逃税的行为 刘书长的原则很简单 让英雄去查英雄 让好汉去查好汉 在上任之后 刘易斯对市首署进行了改组 他在各州雇佣了大批 私人税务集察员 这帮人全都没有编制 个个都是临时工 连工资都没有 那么不发工资 税务员们赚什么呢 刘书长的回答很简单 赚提成了 只要收得上税来 交够联邦的 留租州里的 剩下都是自己的 兄弟们 心狠手辣的时候到了 一帮们统统实现了 产业升级的新时代就业 以收高利贷的 先进行业模式 反补税收工作 以蓬勃的主观能动性 为联邦税收 做出了全心全意的贡献 在税收署的号令下 美国各路税员四处出击 收税讲究的是四门功课 坑坑拐骗 为了多捞脸提成 这群税员们损招用尽 尽可能高估纳税人的收入 在想方设法 把税金抢过来 由于有政府撑腰 加上暂时管制 这群人基本可以 不进行任何申请 就进入纳税人的住所和公司 不需要经过法院审判 就能对财产收入 进行检查乃至扣押 对于这群有牌照的催手组 美国民间一时大滑 贼被军见多了 军费贼头归见 各地的暴力抗税层出不穷 然而 这时就体现出 专业团队的好处了 作为一群行动上的巨人 九玉沙场的帮派成员们 基本都能将抗税的行为 消灭萌芽之中 一时之间 联邦辖地的逃税者 轻则哭嘀喊娘 重则加坏人亡 税款开始源源不断的 涌入联邦政府 由于内卷严重 在各地税收员的 精英细作之下 北方各州的逃税者们 很快就被劫则而鱼了 南美战争中后期 为了发力红海市场 北方税务员们 开始组团南下打淘股 兄弟们 联邦政府不承认南方独立 那南方老自然就应该交税 朝廷已经在1864年 签了新的税收法案 现在咱们应该去给 南方人扑法了 这场扑法战争 迅速提升了 南方庄园主的感知度 幻影大标课里 范德林邦对南方庄园的 灭门抄家情形 一次次的上演 让联邦政府 成功收到了敌战区的税 总之在战争结束时 税务署已经成为了 联邦政府的绝对支柱 光所得税 也就筹集了 五分之一的战争开支 堪称鞠躬至尾 内战结束后 联邦政府照例承诺 要在公共债务还清后 取消对内征税 并且大幅度减少了税收比例 无知愚民们 还为此唱了不少丧歌 可直到20世纪后 他们才发现 上当了 因为大幅度减税 南北战争的债务 直到1916年左右才还清 由于税一直在收 所以税收署 也就理所当然的保留了下来 同时 美国人也习惯性的 保留了交税的习惯 1913年 美国通过了 宪法第16修正案 规定国会有权 对任何来源的收入征税 无需在各州之间分配 该法案在美国税收史上 具有画质在意义 它明确了 国税高于周税的概念 而且还特别强调了一点 任何来源的收入 都可以征税 这也就为后来的事情 提供了真正的法律支持 当然了 南北战争结束后 美国政府是不可能再允许 那些武装税吏们 物理征税的 战争中的临时工 全部被清退 到1870年 税务署的编制 被砍到只剩200多人 看起来似乎风光不在了 但是 正因为税务署 在内战后迅速逝世 后来甚至混到 收费帮人逃税的地步 以至于让美国民众 忽略了这个机构 依然拥有林肯时代 赋予的强大权力 1916年 美国还清了 南北战争的债务 1917年 美国就加入一战了 既然参战了 那按照既往惯例 开征三降 也是一流中事 联邦征收的所得税率 大幅度提高 然后联邦政府 就面临了 与当年同样的麻烦 税罚有了 钱却收不上来 他们此时 需要另一位刘易斯 在这种背景下 1917年7月 前邮政局局长 丹吉尔罗珀 正式履行税务署长 之所以邮政局长 可以管税务 是因为当年的邮政系统 武德相当充沛 当年的美国邮局 还建立银行业务 经常要与一些 解火车抢经过的 好几万打交道 所以在美国人眼里 邮政局 绝对不是简单的快递员 反而算是 半个暴力部门 作为威尔逊总统的亲信 罗珀直接放弃了 旧有的税务署 而是召集了一大批 邮制青年 进行集中培训 在新人见面会上 他历史性地 阐述了美国税务署的定位 先生们 我们不是公仆 不是人民的服务者 我们只负责 帮联邦政府收钱 其他的一概不管 对待平民 不要有服务精神 至于征收手段 罗珀重拾南美战争时期的方法 税务署下发报税单 然后在审核时 将税单与金融机构的信息相比对 当然了 现在上二十世纪了 如果你偷税 我们肯定不用什么武装征收 这种野蛮手段了 如果在审核时 发现数据有收入 我们就罚死你家庭呢 如果不交 封你家财产 还卖了替你家交 要是谁敢不添报税表 就直接送你家坐牢 除了收税模式相同外 罗珀也继承了 南美战争时期的提成制 直接规定了火号的标准 一旦有了税收罚款 办案人员就有资格从中抽成 基本是你办的越多 罚越狠 赚的就越多 来吧兄弟们 熟掌领进门 创收再个人 不复贵的时候到了 很快 很快啊 一群新税地 就如脱江的野狗一般 向美国各州出击 虽然不能在武装征税 但在法律和政策的支持下 美国各地的税官 迅速开始了精更细作 1916年 罗珀上任之前 全美所得税报税人数只有45万 到1917年的上任半年后 报税人数已经达到了382万 到1920年战争结束后 报税者已经达到了760万 你就说有没有力度吧 当然 对于武装征税的优良传统 罗珀署长也没有真的放弃 在和手下们商量几天后 1919年 罗珀署长从邮政局 挖来了几名汉将 由埃尔默·艾雷率领 正式成立了一个特别情报单位 这个部门 后来就成为了 令无数人谈而色变的部门 国税局刑事调查科 在税务署内 刑事调查科和一般的警察员 肩负的是敬畏分明的两种职责 具体的说 普通的警察员 管的是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 而刑事调查科主管的是犯罪 在众多的逃税大军中 除了普通的有信任之外 自然也有大企业大财团的逃税行为 这些大案显然不是 一两个警察员能搞定的 因此需要刑事调查科介入 而更重要的是 根据宪法中的原则 联邦政府有权对一切来源的收入进行征税 既然是一切来源 那么贩毒 走私 洗钱等收入 自然也是要交税的 一般来说 从事贩毒 走私等业务的群体 交税的积极性都不太高 所以面对他们 税务署必须有物理的手段 来提醒他们按时交税 刑事调查科的一个重要职责 就是专门急查 关于非法来源与毒品相关的税收犯罪 他们的调查和行动 并不会针对犯罪本身 而是会针对其中的逃税行为 一句话 犯罪可以 签税不行 在传言中 国税局刑事调查科 号称美国第三大武装力量 但其实这属于跨庄描述 刑事调查科的武装和普通警察 没什么区别 也只不过是冲锋枪线弹枪而已 但他们的可怕之处在于 税务特工拥有远超一般警察的 执法权利 比如 刑事调查科在抓捕嫌疑人时 不需要给予对方米兰达警告 嫌犯无权保持沉默 他们可以无视保密法 调用一切有价值的文书 在行动中可以不禁允许直接破门 行动师可以直接开枪 最牛的是 刑事调查科可以通过逮捕令 来收集证据 他们可以先抓人后举证 在一切美国的执法机构里 刑事调查科有优先权 他们可以优先逮捕罪犯 优先审问 优先诉讼 优先扣押账产 优先拍卖 一句话 在税务犯罪面前 其他一切的犯罪行为 都得往后哨哨 总之 在罗珀三年的改革下 税务罪成功复活 并且大大强化 变成了一个分工明确 文武兼备 全力通天的超级部门 然而 这个部门还没爽几天 就碰上了一个大坎 这个坎叫做禁酒令 从1920年开始 禁酒令正式登上了 美国的历史舞台 对于罗珀署长来说 他不反对禁酒令 但他反对的是 把税务罪也划入 禁酒令的执法队伍之中 在联邦政府的安排里 税务罪除了负责 击查私酒之外 还要负责监管 禁酒相关的职务犯罪 对罗珀来说 他完全可以预料到 禁酒令公布后 势必会形成一条 巨大的黑色利益链 本来 税务罪针对普通文征税 就已经让美国百姓们 咬牙切齿了 现在又要监察执法部门 属于把黑白朗道 彻底择罪光了 事实上 这种判断极为正确 私酒带来的巨大利益 很快就让整个美国 而负责监管警察腐败的 事务罪自然在其中 鞠躬之危 因此 事务罪的政府内部 也变成了万人个人 由于工作压力过大 1920年3月 罗珀首长直接辞职了 首长辞职 让事务罪内部 更加人人自危 从此大家开始 确立一个原则 无论我们内部 有多大恩怨 面对外面 黑白两道的敌人 只要有人 惹我们中的一个 大家都要抱团 咬死对手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存在下去 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 税务署与外界的 矛盾越来越深 形象也越来越差 整个20年代 针对税务监察员的 黑枪就没断过 直到1929年 新罗伯特·卢卡斯上任 面对可悲的部门形象 罗伯特署长认为 必须做出改变了 那么怎么变呢 不收税 肯定是不现实的 想要放弃过去的 工作内容也不可能 那么该如何扭转 我们在公众和同僚们 眼中的形象呢 罗伯特考虑再三 要不我们办个大案吧 那么在1929年 在互联网上 关于美国税务署 如何收拾阿尔卡彭的 故事很多 但有不少是过度演绎 事实上 阿尔卡彭成为 美国税务署的 打击目标 除了税务署 确实有这个需求外 也是人家老阿 凭自己本事挣来的 作为芝加哥 头号黑帮大佬 见着禁酒令的春风 卡彭在芝加哥 是上管天下管地 政府说话算个屁 左手白 右手黑 市长来了当小弟 基本算是美智了 靠着强大的关系网 和巨大财富 卡彭在芝加哥 既有白道庇护 也有杀手无数 大口吃牛排 大碗喝风酒 基本成为一个 无敌的存在 由于过于无敌 卡彭也失去了 对法律的敬畏 1929年2月14日 卡彭发动了 著名的情人节大屠杀 一举干掉了 敌对邦派的七个人 这场悬案 震惊了整个美国 失去安全感的芝加哥人 集体向总统请愿 要求干掉阿尔卡彭 对于如此猖獗的黑帮 胡佛总统也相当重视 专门召进秘密会议 讨论芝加哥黑帮问题 会议要求 与会各单位 要从全局的角度 坚决认识到 芝加哥打黑的重大意义 坚决把芝加哥打黑工作 落到实处 各部门各单位 要组成联合会议 不留死角 走身走实 打好线索摸牌攻坚战 始终把矛头 对准性质恶劣的 突出黑恶犯罪 坚决在芝加哥掀起一场 打击阿尔卡彭为首的 黑恶势力犯罪团伙的 扫黑专项斗争 首先出手的是法院 在开会当天 他们就以违反禁酒令为由 给阿尔卡彭送去了一张船票 要求卡彭出庭作证 卡彭很嚣张地表示 自己身体不适 无法出庭 无法出庭没关系 3月27日 警察以装病逃避出庭为理由 逮捕了卡彭 成目拘了他一个月 在获得保释之后 卡彭觉察情况不对 一个弯道润去了宾州 一会儿屁股都没落热 费城警察就以 非法携带武器为由 把他逮捕了 判处一年渐进 次年3月 卡彭再次被保释 出狱的卡彭 准备去迈阿密度个假 然而刚下火这两天 就又被逮捕了 这次卡彭是真怒了 老子没带酒 没带枪 包里赶紧兜里光 你们凭啥抓我 迈阿密的警察脾气很好 他们问卡彭的职业是什么 卡彭也不能说 自己是混黑日贵的 只好回答无业 警察又问了住址 卡彭说酒店 警察笑了 你既无业又无固定住所 那就是流浪啊 不好意思 根据南北战争时期的法律 在本周流浪者是可以被逮捕的 乌克耐和达尔卡彭只好认栽 几周后被驱逐了出去 对着媒体大骂迈阿密警察不做人 然后又被迈阿密警察跨州执法 以作为证为理由又拘了几个月 然后卡彭刚被释放后 就又接到了芝加哥法官签发的逮捕令 此时卡彭已经明白 自己这次是惹上大麻烦了 他通过在官员里的内线知道了 政府下一步可能要在税务上做文章 所以他赶快让律师给税务署写了一封信 承认自己有些收入未能缴税 并且表示愿意补缴且接受罚款 但此时为时一晚 1930年5月 税务署成立了弗兰克·威尔逊领导的专案组 不把卡彭办进去事不罢休 在那个没有电脑的时代 威尔逊组长甚至人多力量大 他将各部门的上千名警察员 抽调进自己的调查小组 在三周的时间里 小组清查了卡彭及其亲信 在过去六年中超过两百万份财务文件 将其中所有的可疑之处通通列出 随后 小组就在超过一万条信息中 成功锁定了芝加哥的一家赛沟场 结合司法部的外卫侦查 最终成功证明 卡彭通过虚假名字来隐瞒收入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妥办你了 而在事务署查卡彭的账的时候 卡彭还在不断感受美国法院的创造力 1930年9月 他因流浪罪被芝加哥法官逮捕 释放后 又因面试法庭被判了六个月 无穷无止的骚扰 让卡彭忽略了来自事务署的灭灵之灾 1931年3月 针对卡彭的逃税指控被通过 当年6月 联邦大陪审团以22项逃税罪起诉而卡彭 为了迷惑卡彭 检察官也在同时起诉卡彭 五千次违反禁酒法案 1931年6月 疲于奔命的卡彭跟法官达成协议 以列下所有罪名为条件 换取法院轻判 在卡彭认罪后 法庭果断宣布拒约履行协议 当年10月 阿尔卡彭因五项逃税罪成立 被判处11年徒刑 从此彻底结束了职业生涯 其实复盘卡彭被捕的整个过程 税务署虽然打出了致命一击 但卡彭其实是毁于 美国执法部门的联手绞杀 不过对于美国民众而言 半导卡彭却让税务署 一夜之间成为了全民英雄 税务署刑事调查科的特工们 一下子成为了 惩恶扬善的代表 搞定阿尔卡彭后 税务署再接再厉 又通过追踪赎金 获获了著名的 林德伯格绑架案 虽然这起案件的真凶 不被所有人认可 但这次行动 再一次为税务署赢得了 巨大的声望 如日中天的声望 为税务署带来了巨大的权力 税务署逐渐获得了 包括特勤局 海关 麻醉品局 海岸警卫队 等多个部门的监察权 如果被税务署 刑事调查科起诉的话 定罪率能达到 恐怖的90%以上 基本等于只要被他们起诉 你最好就立刻认罪 免得浪费大家的时间 由于权力过大 很多联邦高层 也开始利用税务署 来打击政敌 比如刑事调查科的领袖 埃尔默艾雷 就在回忆录里 毫不隐晦地记录了 自己是如何帮助罗斯福 以逃税的名义 打击政敌的 也就是在艾雷手上 税务署已经摆脱了 一个单纯的财务机构的形象 变成了一个 占物不胜的常位机构 无论是军政高官 还是亿万富翁 都要绕道走 在之后 随着二战开始 需要大笔资金的联邦政府 再一次对税务署进行了扩权 美国缴纳索德税公民人数 在1945年突破了4000万 彻底奠定了 今日的税收格局 然而 权力过大的税务署 也让很多人寝食难安 当战争结束后 美国联邦税务局 为财政部的下压机构 其次 他将大量的税收计查职能 下放给了各地区的办事处 让国税局的权力大大削弱 第三 他锁死了刑事调查科的贬制 这个部门权力实在太大 那至少让它规模小一点吧 但是随着冷战开始 美国政府依然需要大量资金来支持 因此对国税局的改革仅限于限制 不会真的打压这个部门 从二战以来 唯一一个认真下狠手 削弱国税局的总统是董王 其在任内大幅削减国税局预算 确实给这个部门带来了巨大瓦记 时至今日 美国国税局在美国国内 依然是最可怕的强力部门 他们的很多特权保留到今天 一个税收专员的制裁 足以让一个社会人走极端 比如开篇的这位 飞机壮大楼的斯塔克 斯塔克的倒霉在于 他踩了离婚和欠税 两个美事大坑 1985年的时候 斯塔克跟妻子一起 成立了一家软件公司 随着公司业务开展 两口子的感情慢慢出了认体 以至于1994年 妻子忘记把纳税申请表上交 而一直由妻子处理税务问题的斯塔克 也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1968年 两人正式离婚 斯塔克更不可能知道这件事 然而1999年的时候 国税局警察员发现了这个问题 开始找斯塔克妻子的麻烦 由于此时 斯塔克的前妻已经破产 而这次欠税 又是两人离婚前欠下的 所以自然被算到斯塔克头上 斯塔克找了个会计师 希望罚款可以酌情减免 毕竟犯错的不是自己 然而谁也不知道 这个会计师到底咋些伤的 总之 国税局在2004年以欠税为由 直接停止了斯塔克公司的经营权利 斯塔克这才意识到这事的严重性 随后几年里 他到处去沟通这件事 从政府的教会跑了个遍 却始终无果 斯塔克也是个死心眼 坚称欠税不是自己的错 罚款不该交 两边就这么杠上了 然而在美国 国税局专制各种杠精 他们果断打出了组合权 什么锁死房产 冻结银行资金 公式投税风险等等 其实此时税务员 完全可以把斯塔克的房子 扣下卖掉了结此案 但也许是斯塔克的态度激怒了他们 国税局这次 一定要让斯塔克射死到底 这场官司一直打到 2010年都没有结果 斯塔克的公司被搞得无法经营 而国税局也在他之后的 报税单里 挑出了一大堆毛病 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深 最终 走投无路的斯塔克被彻底逼疯 把自己的私人飞机 装满汽油和爆炸物后 一头撞进了国税局的大楼 造成了三死十二伤的惨剧 这启入荒漫故事般的悲剧 引发了美国内外的一致关注 也激发了很多民众 对国税局的声讨 一直以来 美国宣称 国民的主动纳税率 冠绝全球 可是这些税收 却落到了最普通的 雇员工人们的头上 由于税制设计复杂 报税成了一件有门槛的事 6万多页的税收法规 让普通人根本无法看完 而是落在了最该被征税的人身上 而是落在了最容易被征税的人身上 在斯塔克的医书里 他愤怒地写道 我们的税收系统 即使对于最聪明的学者来说 都太复杂了 然而他却无情地追究受害者的责任 声称他们完全有责任 遵守连专家都看不懂的法律 法律要求人们 在纳税身份表底部签名 然而却没有人可以如实说清 他们所签署的是什么 如果这不是胁迫 那是什么 国税与也并非不知道 这种局面的不合理之处 但他们也无力改变 他们部门存在的意义 就是帮联邦敛财 联邦每一份预算 都要计划转化率 2014年 美国国税局长曾经自豪地说 联邦给我一美元 我还了他们214美元 比任何生意的利润都高 由于编制有限 国税局员工们 开始了高周转运作方式 尽快立案起案 以至于办案的手段 越发简单粗暴 这更加激起了纳税人的愤怒 其实对于国税局员工本身来说 他们也并不享受这份工作 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矛盾心理 让国税局员工的吸足率 或犯罪率都远高于其他行业 然而 虽然美国税务系统中 存在种种的问题 但作为一个部门 美国国税局的历史 则无疑是从一个成功 走向了另一个成功 在世界上最复杂的市场系统里 美国国税局 成功让每一个人 都深刻感受到了 开国约逊弗兰克林的那句话 唯有交税和死亡永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